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妈妈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些问题 好 等一下我把这句话 要先擄过 好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说 李妈妈 我想问你 我跟大致比起来 谁的身材比较好 如果说说要按照一般的标准的话 当然是你比较好 但是 稍微弱了一点 身材真巧胜 那李妈妈 玩具呢 谁的玩具比较好 当然是你的啊 你是家里唯一的宝贝 什么玩具都是新买的 大致 大致都是用他哥哥玩过的啊 玩具真巧胜 那篮球呢 谁比较会打篮球 一定是你嘛 那个大致跑两步就喘得要死说 篮球真巧胜 那搞笑呢 谁比较会搞笑 我是看过你常常在学那个罗志祥啊 可是大致 我好像没有看过他学谁 搞笑 真巧胜 等一下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 这什么东西啊 借我卡 借我卡 不可以 借我卡 李妈妈好 喂 你好 洪欣欣 你干嘛拿那么多东西啊 而且你干嘛 太久了 真巧 怎么可以对你同学这么没有礼貌呢 李妈妈 这是我妈叫我拿给你的贵宾卡 哎呦 有了这一张贵宾卡 买东西就可以有八五折了 谢谢 真巧 你好无聊哦 学报纸做什么比较表啊 而且比较对象 还是你跟大致 哦 怪不得你问我这么多问题 这是协校的功课吗 李妈妈这才不是功课咧 这是因为办上第二次人员票选 真巧输给大致 所以才用这个人员比较表来安慰自己 啊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一讲我想起来了 真巧 你是不是拿过班上票选的什么三冠王啊 最不想跟谁坐在一起 真巧 最不想跟他说话 真巧 最不想跟谁当知识生 真巧 李妈妈我不会乱丢东西了啦 可是你没想到这次算进步到第十名 可是大致卷是第五名 票数遥遥领先你对不对 好啦终于知道你做这个表啊就是要分析人员 对不对 不是啊 嗯 爱面子 而且你比的这些项目根本不重要 不然你说要比什么啊 你不会自己观察看看哦 观察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大部分的女生都会投给大致 如果要问我的意见我大概知道 因为大致的脾气比较好 所以感觉起来比较温柔 而且大致呢又长得弱弱的 感觉挺可爱哦 大致 听说你最近终于有钱买乐乐球了 对啊 我这两个月都没有买零食 终于存到钱买到乐乐球了 那你一定很宝贝那个乐乐球了 对啊 那你愿意把你的宝贝乐乐球 借给我跟曾乔吗 好啊 可是大致 你真慷慨 不像某人 之前还不让你碰他的宝贝溜溜溜球 慷慨度 大致胜 大致吃那么多盘 怎么好像在厨所回展寿司哦 大致啊 你如果去参加大卫王比赛 说不定可以打败世界冠军小林真哦 不用啦 欣欣 因为我最近都在存钱买的标球 所以都没有买零食 今天实际才比较好啊 大致 那要不要再来一点啊 谢谢曾妈妈 柄柄柄柄好好吃哦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吃哦 这盘是让给曾假柄柄柄柄柄吃好了 我来洗盘子 不用大致 我洗就好啦 不好意思啊 曾妈妈 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盘 曾妈妈 你要洗很久才洗得完耶 平常在面太熟都是我在洗哦 大致 你是客人耶 怎么可以让客人洗盘子呢 我们家的小组人啊 如果有像你这么勤快又贴心就好咯 嗯 这么忙我来帮你 好谢谢 请贴度勤快度大计算 这样也算得好 你坐 你们在说什么 没事 没事 走 思乔 我好累哦 休息一下 好吧 给你的喝 你干嘛 欣欣 大致你看起来很壮 体力怎么那么差啊 没办法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可不是我只是虚怕 好像真的有一点耶 大致我觉得你不适合打篮球 应该去日本发展别的运动 什么运动啊 你可以去当相簿选手啊 相簿选手啊 我们他们好幸福哦 每天都在一次很大过又大玩的 希望俯火关啊 果然怎么讲都不会生气 真巧 你投这么多球 怎么连半课都没进 要你管 好吗 嗯 我是建议你 你比较蓝框 你有没有改装低一点 你 果然一点就生去 气度 幽默感 大致胜 你们在说什么 真巧 绝害人员 这样比你差 谁就做这个人员比较表 你干嘛这样 没想到 不管是气度 幽默感 慷慨度 体贴度 勤快度 通通都是大致大胜 我没有这么好玩 你看 大致那么谦虚 谦虚度 也是大致胜 大致 你不要那么傻傻的 很体贴的样子 干嘛这样子讨别人喜欢 我没有啊 成熟度大致胜 你 我不要再管你们了啦 我又被真的讨厌了 你不要管他啦 他只是手手脾气而已 真像个小孩 但想要在干什么啊 哎呦 人员比较表 哎呦 人员比较表 太太 direito了 什么啊 老爸不要看了啊 反正我的人员就是大致差 就算知道像他那样的人会变比较好 我也没有办法想他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要像大志一模一样 你有你自己的优点啊 有什么优点 大志刚转来你们班上的时候 你就是第一个很照顾他的人啊 那是因为他住在我旁边就没什么 曾乔 你很会照顾朋友耶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人变比较好啊 真巧啊 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不一定是要像某个人一模一样才会获得好人缘哦 重点是啊 有一颗善良的心 愿意去为别人着想 其他的就自由发挥自己的优点哦 跟大志比起啦 我真的很逊耶 以前我都不肯把我的宝贝溜溜球借给大志玩 可是大志却肯把他的宝贝溜溜球借给我玩 他来我们家吃饼干也会帮忙洗盘子 别人开这玩笑 他也不会生气 可是什么都比不上他嘛 真巧 其实你很好啦 大志 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你很照顾朋友 我平常又帮不上什么吗 你难道跟我借东西 我当然要借你啊 你真的很棒 我很羡慕你耶 大志 我没什么好羡慕的啦 你很照顾朋友 又有自己的组件 又很会搞笑 你真是我家后最酷的朋友耶 哇 这真是太感人的友情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你们平常玩的那个啊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兄弟大 爸爸 我不是会玩这个啦 真的吗 真巧 你不懂啦 爸爸其实很羡慕你们两个的友情哦 个性又刚好互补 记住爸爸的话 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对方 要不要来一个很好的抱抱啊 大志 对不起啦 可是我们还是不要玩爱的抱抱好了 这样子 好恶心哦 真巧 你好会做聪明爸爸哦 还好啦 还好啦 大志真的是我的好麻吉 有时候我脾气不好 对他发脾气 他还是很包容我 甚至还肯定我的优点来鼓励我 他这么为人着想 难怪班上的同学 都这么欣赏他 我以后一定要多跟他看齐 当一个有修养 脾气好的人 就像金思雨说的 要做个受欢迎的人 必须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和色 身色柔和橘子文雅 才会让别人喜欢亲近 自然而然人人就会更好 古代的钱大少也跟我一样 为了人人的事情再苦恼哦 是 两位请这边走啊 这边 小心脚下 小心啊 你要慢点 请请 慢点 你先请 好啊 好天你在 来来来来 喝水喝水 大家多喝点啊 好 给你买上 多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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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 乡亲们呢 大家都好吗 好 好 好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我就以茶代酒 好 来 老大爷 来 我们来干一杯 谢谢大人 来一杯 谢谢大人 请 希望大家呀 常来做客 好 好 爹啊 我在旁边听了半天 也没听见那些大叔大嫂们 说了什么正经事 他们三天两头的这样来找你 这是干什么呢 送的橘子苹果 你要人家提回去 人家远道来的 你却要送给孝顺叔 儿子 你知道吗 这官呐 有几种 一种呢 是民恨的 一种呢 是民怕的 一种呢 是民躲的 还有一种啊 是民静的 最后还有一种 就是你爹我想做的 是民爱的官 爹 这就是您跟他们聊天的原因吗 儿啊 爹给你打个比方 这县衙呢 也像你们学堂 你们 谁有绰号 谁就是大家都亲近的人呢 知道吗 除了成良不常来上学 玉桂是女孩子 没有绰号之外 好像 好像大家都有绰号呢 顾华叫苦瓜 姚柯叫阿狗 那你叫什么呢 同学们叫我钱大少 你觉得钱大少 是个好的绰号吗 你真的是人家所讲的 大少爷吗 这 这 好 那不让他搞也 好 一你 快点 我要 快点 好 好 好 娃未 来 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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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狗哥 不用 以后玩的时候啊 小心一点啊 知道了 知道了 走吧 玩去啦 玩去啦 再见 我们回去吧 他们怎么就不叫 我来帮忙呢 你一个大少爷 人家不认识你 很自然呐 就算认识你 谁敢跟你讲话呀 这 走吧 走吧 走 你们在吃什么呢 真香啊 豆腐 你看不出来 豆腐 黑的 绿的 这是豆腐 真香 看来成功了 这绿的呢 是菠菜豆腐 这黑的呢 是黑米豆腐 我们刚刚研究出来的 对啊 对啊 好啊 你们试吃新豆腐 也不叫上我 不就是多加双筷子吗 真是的 叫你 这种事儿 可怎么也想不到要叫上你呀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这 轻一点儿 别叫 别叫 你们俩玩什么呢 别还不叫上我 别叫我 怎么呀 再帮王奶奶找猫呢 是不是啊 找猫 现在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再见再见 是 回家吧 快走吧 快走吧 你们 这 我 我 再见 来来来 我们继续 轻点啊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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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抱抱 哥哥抱抱呀 来吧 来吧 哥哥抱抱 让我抱抱嘛 你 你 你别 别动我 我抱抱 怎么了 小猴子抓你哪儿了 没事儿 没事儿 只是衣服罢了 哎 钱大少 你以前不是不爱抱乙哥吗 老怕脏 怎么最近 老想抱他呀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哎 钱大少 我觉得你最近 真的很奇怪呀 我 我 我就是想有点人缘嘛 可是 可是你们都没人理我 连乙哥都这么对我 什么时候 大家不理你了 大家对你和对其他人 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啊 还说呢 你们 怎么了 阿狗 你什么时候跟我射过箭啊 你又不爱射箭 这 这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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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拍炮 我又怎么了 每次分糖果给大家吃 也都不给我一份 你不是不爱吃糖的吗 嗯 老说吃糖牙齿会坏的 哎 你看驴皮膏也不吃糖 哎 我呀 也不给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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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玉贵 啊 我怎么了 每次都找树叉商量事情 不找我 哎呀 人家是女孩子嘛 找树叉是买针线绣花啊 你又不绣花 你绣花我也找你 这 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 哎 别看我 难道你希望我给你看病啊 哎呀 哎呀 总之 我就是没人里 没人缘 哎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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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同学 呵 你想要的有名 有人缘 究竟是闻 还是达呢 嗯 有区别吗 嗯 子张问过孔子 在帮必闻 在家必闻 是不是就是答呢 孔子说 这是文 不是答 所谓答是质量正直 崇尚道义 善于察言观色 甘心处于人下 这 浅大少所要的有名 看起来也只是文 而不是答了 我也能想到 你就算做了好事 也一定放不下 这少爷的架子吧 是不是啊 钱大少 就是啊 对对对 佛家也说 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积德 而不是谋求别人的回报 钱同学 你做好事 究竟是为文还是答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这个 丢了什么了 陀佛 你不敢拿它吗 要不要我帮你啊 好 来 别着急啊 来 不爱啊 大哥哥 你的胆子可真大呀 这马啊 要从马的正面过去 才安全呢 不过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你不要自己去拿 要找大人帮忙 要懂得开口 知道吗 好嘞 你们家大人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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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别哭别哭 我领着你找奶奶去啊 走走走走 找奶奶去 奶奶 奶奶 奶奶奶 奶奶奶 是奶奶啊 奶奶奶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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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把奶奶给挤死了 稀饭稀饭 花宝稀饭了 三个铜板一碗 三个铜板是吧 钱大少爷 这早点钱就算了吧 算了算了 大叔 你不是冲着我爹 才不收钱的吧 我可不是冲着支县老爷 而是冲着您呐 这是冲着我 是啊 那天 您帮忙找到奶奶的那个孩子 是我的儿子 他奶奶说了 一定要感谢您呐 这也是我的心意啊 没想到啊 就是帮孩子找到奶奶 我就既闻又答了 自从先生教育之后 看来是长进多了呀 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别夸我了啊 谁夸你呢 沈同学 你现在的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吧 是啊 我现在终于对论语里的善人是负 有了体会了 不过 我还是有个心愿没有了啊 什么心愿 什么时候 不再叫我钱大少 有个新绰号 那就好了 紫张问 紫张问 怎样才能显得下人 再帮必达 在家必达 紫张问 怎样 应该唯az 是小艺团 她就 和 la 第三集 都能还要 成利 资费 所以 escri 准备 纷纷漫漫在你的拳戒中停歇 举过爱上有年的笑容抚平 更多铃香在你的木槽中卷平 春风吹向昨天的风铃 吹动了我的心 心中盛开明天的风景 把恩用力帮我冲进 冲进